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上次讲到这个反矩阵,就是矩阵的这个导数 那矩阵这个导数,它有些方法可以去找得到 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矩阵具有导数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要跟你说找到导数的一个方法 那找矩阵导数的方法,这个以前我们应该都有学过 那主要有两个方式 那第一个方式是叫做高湿消去法 那第二个方式,还有一个方法是类似利用公式解的样子 那会有讲到这个所谓的伴随矩阵的概念 那这个等一下会稍微带一下 好,那首先看一下高湿消去法 那这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就是我如果对一个矩阵A来讲 那它假如具有这个导数的话 那我们把这个A的这个矩阵 把它跟这个单位矩阵I把它写在一起 让它变成一个增广矩阵的一个外观 那写在一起之后要做什么呢 那写在一起之后 我假如可以利用这个高湿消去法里面 就是之前我们在讲那个方式的联毅解 那种怠速系统问题 那有讲到高湿消去法嘛 我如果利用高湿消去法的操作 那就是列之间的这些互相的运算 那想办法把这个原本的增广矩阵的这个A的部分 想办法把你的这个矩阵A 就是想要找那个导数的那个目标的那个矩阵A 那利用高湿消去法把它 外观上把它变成是一个单位矩阵I的样子 你如果可以把A变成I 那这时候你的这个I所在的位置 它所对应的这个结果 它就会变成是这个A的这个矩阵的导数 这是我们以前在学那个矩阵的这个导数的时候 那所学习到的一个方法嘛 那这个过程就是用到这个列之间的运算 就是列之间的相加减啊 移位置啊 或是乘以某个倍数加到某个列里面去 啊我只要可以把那个A把它变成这个I 所以这个过程啊 是应用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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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的这个运算 列的基本的运算 叫做Raw Adumentary Operations 就是列跟列之间的相加减啊 然后乘以某个倍数加到某个列里面去 啊我只要可以把那个A把它变成这个I 把这个A 我只要把这个A把它变成是I的话 把A所在的位置啊 那把它变成I 那同一时间 你那个本来在A旁边的I 那个单位取称啊 它就会自动的变成是A的导数 好 同一时间啦 那个I的这个地方啊 就变成A的负一 就A的导数 好 所以利用这个方法 那我们就可以去找到 那个 矩正的导数了 A的负一 就可以去找得到了 好 那这个方式怎么来的 这个方式怎么来的 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那这个方式啊 它的这个 这个 来由 它其实 矩正很多的概念 都是从这个 我们在实数 里面 所具有的这些运算的概念 那所去衍生出来的 就是包括这个导数的这个概念 我们上次就有讲 其实是从实数的这个概念里面所衍生出来的 那我们在实数的这个 数字这些12345的这些 范畴里面 我们当时在定义 这个导数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譬如说 我假如想去找到 那个 数字5 数字5 是任意的实数 我想要找到这个数字5的导数的话 那 我要怎么去找呢 那我就把5写下来 那我右半边 右边这个地方 我可以写实数的单位 叫做1好了 那我要找5的导数 其实在实数里面 很容易的这个做法 就是我把5的这个数字 我把5的这个数字 那用一些方法 让它变成实数里面的一个单位 实数的单位是1嘛 所以我可以把5的这个数字 把它变成实数的这个单位 那在实数里面 你要怎么把数字5变成1 那当然就是利用加减 保险利用乘除的方法 在这个地方是除以5 你把这个5把它除以5 就可以回到 就除以自己本身嘛 就可以回到那个 那个实数里面的单位 你把5变成1 那5变成1的这同时 那原本在你的数字5的旁边 那个 那个单位1 那它就会同时间可以变成 多少 5分之1嘛 就是5的倒数了 在实数里面 我们看到说 我的这个5啊 那跟我的单位1 写在一起 那我把5变成单位1 那利用的这个过程 就是把它除以5嘛 那除以5之后 我原本的1也除以5 就会变成5分之1 那5分之1 就是代表原本5的倒数 那这个概念啊 就跟这个 高斯消去法 在找矩阵的这个倒数 概念是完全一样的 你看一下我们把 这个矩阵 一样是A 就代表这边实数了5 那右半边写一个 矩阵里面的单位 就是实数里面的单位1 那我利用一些方法 把A变成 矩阵的单位之后 那这个方法 在实数里面 是这个乘除嘛 那在矩阵里面 就是来到列的 这个运算的这个法则 把A变成 这个 这个 单位矩阵之后 那同时间 原本在A旁边的 单位矩阵就变成A的 这个倒数 那就像这个 在讲这个实数的 这个倒数的概念 一样 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把这个矩阵的倒数把它找出来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 我们以前在讲 就是高中在讲这个 这个行列式 或是这个矩阵的时候 在讲这个倒数 然后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找到倒数的一个原因 好 那我们很快的 这个 来看一个例子 怎么利用高斯消息法 在实作上 那去把这个矩阵的倒数 把它对应找出来 譬如说我现在这矩阵A 那叫做113 212 跟301 那我怎么去找到A的-1呢 就是A的倒数 好 那在找倒数之前 你要先这个 记得我们在 上礼拜在讲的时候 这个倒数 矩阵的倒数 这个很重要的性质 就是 它的存在性的前提 就是这个矩阵要倒数的存在的前提 是这个矩阵必须要是一个non-singular 就是非发散的 所以你先检查一下 我现在这个A 113 212 301 它3乘3的矩阵 它是不是一个non-singular的 那你看一下113 212 301 好像这个 你就看每一个列 每个列好了 这三列每个列看起来 都是独立的 所以对这个A的这个矩阵来讲 它的rank是3 然后它是一个non-singular 先判断一下 因为A在这个地方 它是non-singular的 它的rank是3 所以它的这个倒数 在这里是 这个会存在 会成立的 你先确定这件事情 然后再开始去找 因为很多时候 譬如说考试的时候 可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陷阱 就是 它其实是没有倒数的 如果这个矩阵 它是发散的 你如果没有去检查的话 你还是利用高斯消去法的 这个方式去找 你还是可以找到 对应的那个 那个 那个结果 但是那个结果其实 就没有办法代表 你那个A的 这个倒数的一个 一个 对应的一个值了 所以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确定一下这件事情 它是存在的 好 那既然它是存在了之后 那我就可以 利用这个 高斯消去法 可以利用高斯消去法 然后开始去找 这个矩阵的倒数了 好 那你高斯消去法的对象 就是你的A跟I写在一起 它其实就是增广矩矩阵的概念 所以这边叫Augmented AI 就是你把A跟I写在一起 好 那这个A跟I写在一起 它类似一个增广矩矩阵 那我就把它写下 A是113 212跟301 那I在这个地方 对应三乘三的矩阵的单位矩阵 那它当然就是 100,010跟001 所有的AI写在一起的外观 是长成这个样子 好,那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就是 希望我的AI的这个外观 可以变成A的这个部分 这个区块的这个部分 我目标是这个区块的这个部分 它在这个外观上 可以变成单位矩阵的样子 那单位矩阵的样子 就代表说 它只能留下 变成这个区块 只能留下 这个对角线111 那其他的元素都要变成0 好,那我就来看一下 我要怎么做会比较方便 那怎么做的这个做法 就是利用列之间的运算 就是高式消去法 好,那这边 这个很快的可以先做的就是 我的第一列的这部分 我如果把它这个乘以-2倍加到第二列的话 那至少可以先让这边的这个第二列的这个 第一个数字 第一个元素2 把它消掉 可以先把这边的2跟3 把它弄不见 好,那 所以消完之后的这个结果 把它写在这里 所以 第一列的这个数字就不动 113 100 那第二列跟第三列 分别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消完之后 那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那变成这样之后 这个地方我会先把第二列的这部分 先把它变成一个负号 把它乘以-1 那为什么 因为这边本来是要1 但是你现在这个第二列的第二个 第二行的这个元素变成-1 那理论上我最后想要变成这个地方是1 所以我先把它乘以-1倍一下 把它乘以-1倍之后 那现在的这个 整个真强矩正 变成下面这个样子 我的第二列乘以-1之后的结果 就变成这个样子 好,那我这时候再把第二列把它当做这个 起始的这一列 那再来做后续的这个相乘相减 那这个地方我可以怎么做呢 那譬如说我把第二列在这里 我先把它乘以-3倍 好了,加到第三列 那就可以让这个-3 让这个-3 让它不见 好,那 一样的意思 我把第二列乘以-1倍加到第一列的时候 也可以让上面它的1 也可以让它不见 所以这个同样的这个做法 我再做一次 就是以第二列为这个 起始的这个列 开始去做这个运算 那把它乘以-1倍加到第一列 那或者把它乘以-3倍加到第三列 那乘完之后 相加之后的这个结果 看起来应该就差不多了 这时候第一列就变成是 这个样子 你把它乘完之后 相加 那这时候增广矩正 就变成这个样子的一个外观 好,那 这外观的增广矩正 还差一点 再做一次 你把第三列当作这个 基准 那把它乘以-1倍加到第二列 那让这个4 让这个4 也让它不见 所以再做一次 之后 再做一次 那现在增广矩正 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变成这样子之后 看起来就只剩下最后一个 其实是两个 最后两个数字 那这边的-1 想办法要再让它不见 还剩下这一个 这边有个-1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1-1都可以了 这边有个4 理论上这个4应该变成1 所以我现在先做 就再先把第三列 再把它除以4倍好了 让这个4先变成1 那除以4倍之后 再把它加到第一列里面去 这个-1也可以不见 所以剩下最后两个步骤 我先把第三列除以4倍 第三列自己除以4倍 那这时候 外观上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时候 再往几段就变成这样一个结果 那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你除完之后 上面这个-1还在 那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你把这个第三列 再把它乘以1倍 然后加到第一列里面去 那那个-1应该就会不见了 这个-1应该就会不见了 这个-1应该就会不见了 -1应该就会不见了 这个再次跟-1的样子 那它所对应的右半边的这个区块 理论上就会变成 原本A的矩阵的导数 所以你最后高速消息法 消完之后 让它变成这样外观以后 它其實就是在這個橫線的左半邊 它是單位矩正I 那右半邊綠色這一坨應該就代表A的-1 所以這A的-1 A的導數就叫做這一坨東西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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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自於我們在找那個實數定義實數的導數的概念所衍生出來的 那除了高式消息法可以讓我們去找到矩陣導數之外 我們會再介紹另外一種方法 它是類似一個公式解的結果 最後它會變成是一個公式的樣子 那這個公式的結果裡面 它會有這個我們之前講到的矩陣行列式的項目在裡面 就determinant,代表矩陣行列式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會有在講矩陣行列式展開裡面的curve factor 就是這個餘因子 就是類似次矩陣的那個東西 所以這個公式解的結果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那在看到這個公式解去找到矩陣導數的內容裡面 會去介紹一個這個矩陣 一個新的這個矩陣的一個特別的矩陣的一個名字 然後它叫做伴水矩陣 這個你應該以前都有聽過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特別的矩陣 叫做伴水矩陣 谢谢观看 在這個公式節的項目裡面,會有一個特別的矩陣,叫做Adjoined Matrix Adjoined Matrix是所謂的伴隨矩陣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伴隨矩陣是什麼呢? 假如這個A是N才能量的矩陣,那它所對應的伴隨矩陣其實就是這個A裡面,矩陣的每一個元素所對應的covector 它所對應的余因值,那這個余因值所去再組合起來的一個矩陣,再做轉字 所以這個有點複雜,就是矩陣裡面它會有各自元素對應的covector 你把它寫成一個新的矩陣,再做一個轉字,再做一個轉字之後 轉字之後的這個結果,就是所謂的伴隨矩陣,Adjoined Matrix 這是概念,實際上展開,這個伴隨矩陣,它會長成這個樣子 在符號說起來,我們會把它寫Adjoined,就是這個伴隨的概念 實際上的一個展開的一個結果,它其實就是這個covector 組合起來,然後再做這個轉字 如果A是N乘N的話,代表它裡面的元素會有N乘N個 第一行第一列,叫A11 所以A11所對應的covector叫C11 第二行第一列叫A12,A12所對應的covector叫C12 所以以時類,你會有C1,C12,C1N 第二列有C21,C22,一直到C2N 然後直到第二列,CN1,CN2,一直到CNN的一個結果 所以你的每一個元素,所對應的covector 你把它再排好,你可以得到一個新的矩陣 那你再把這個矩陣,把它做一個轉字 就是會變成我們所定義的這個伴隨矩陣的一個結果 所以在做轉字之後,其實就是 行跟列的位置,這時候就互換了C11 原本是C12,就變成C21 然後一直到CN1 所以你在轉字之後 它元素所對應的這個位置,會換一下 變成這個樣子的一個結果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adjoin matrix 為什麼要講這個伴隨矩陣 我告訴你說 它最後會出現在矩陣的導數的這個結果 展開的那個式子 就類似那個公式的那個結果裡面 它最後會出現在這個展開的結果裡面 好,那這展開的結果會長什麼樣子呢 這展開的結果會是下面所寫的這個式子 如果A是可以被導數的 A是invertible 那代表說它的前提 就是A是non-singular的這件事情要變滿足 那這時候A的-1 A的導數就存在 而且這個導數的這個值 它可以表示成這個樣子 導數的這個值 你可以把它寫成是 這個伴隨矩陣 A的adjoin matrix 這個adjoin matrix 然後再除以A的行列式的展開 就是A的determinant 所以你看一下這個外觀上 其實它就是一個公式的樣子 好,那這個式子 它當然可以被證明 Cup裡面有這個證明 你可以對應的看一下 好 所以這個式子 這個A的導數 我們如果有去記這個式子的話 其實要找這個導數就很方便了 尤其是面對那個矩陣比較龐大的 比如4乘4以上 3乘3也可以 4乘4以上 比較龐大的這個矩陣 那你就不用再很辛苦 來用高速消去法的一個方式 你可以直接帶到這個公式裡面 那你只要先把它的伴隨矩陣 那伴隨矩陣是 A的裡面的每個元素 所對應的Curvector 所組合起來的 只要把伴隨矩陣把它寫好 那再除以這個 A的矩陣所對應的行列式的一個值 那很快就可以把它的導數的一個結果把它寫出來 那我們 來馬上看一下 如果是2乘2的矩陣 或者是3乘3的這個矩陣 那我利用這個公式解的一個方法 這邊所講的伴隨矩陣的這個 展開的這個結果 那來去找它的這個導數的話 看一下它展開會變成什麼樣子 如果是2乘2的矩陣的話 那對A來講它就總共四個元素而已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很快的寫完 那A1,A2,A21跟A22總共四個元素 那這四個元素應該會對應四個 這個語音值嘛 會有對應四個Curvector 好,那我先把四個Curvector 很快把它寫出來 好,那A11所對應的這個Curvector 叫C11 那你就是把第一行第一列把它遮起來 第一個元素所對應的Curvector 就是把第一行第一列遮起來 那所剩下來的那個次矩陣 那再加上記得有正負號的一個差別 那這邊A11所對應的Curvector 應該就是A22 那它是一個正號的 那這邊我就很快的寫完了 A12所對應的Curvector 叫做 你就把這個 它所對應的寫跟列消掉 所以是A21 那這邊會插一個負號 好,那C21跟這個C22 所對應的這個Curvector 就是A21跟A22 所對應的Curvector 分別的指是後面的這些數字 這余因子的展開 這個你應該會 我就很快的把它寫完 好,那這四個Curvector都寫出來之後 那你的伴隨矩陣就可以順勢的把它 這個展開 看一下它的結果變成什麼樣子 好,這個四個元素 對應的四個Curvector寫完之後 那我這時候的 這個 伴隨矩陣 A A的伴隨矩陣 那就是這四個Curvector C11 C12 C21跟C22 這四個Curvector 把它寫到 它對應的這個四個位置 那再做轉字就好了 可是C11 C12 C21跟C22 記得要做這個轉字 因為定義上有個轉字在這裡 好,那我就把這四個C的值 C1 C12 C21 C22 就分別是A22 負A21 負A22跟A11 把它帶進來 所以這時候的伴隨矩陣 它的外觀 它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你把它帶進來之後 那外觀它是長的這個樣子 那有個轉字 那我這邊寫快一點 再把轉字換一下 所以我的伴隨矩陣 最後會變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那 這個導數 A的導數 這才是我主要想要去找的 那就是我的伴隨矩陣 再除以A的行列式的值 那段子矩陣是那邊所寫出來的 A22 負A12 然後負A21跟A11 那再除以這個A的行列式的展開 Determine A 所以2乘2的行列式 它利用公式的解展開之後 它所對應的導數的樣子 它變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那如果是3乘3的矩陣呢 3乘3的矩陣當然就會稍微複雜一點 因為你至少對於那個 Curvector的展開 就會比較多 這個過程就會比較繁瑣 因為總共會有9個元素 那會對應9個Curvector 那每9個 這9個Curvector 它都是由2乘2的 這個次要矩陣所組成的 所以其實會有點 有點稍微複雜一點 那其實這個過程都很類似的 這邊就很快的 把這個 它的精髓 把它帶過就好了 33的矩陣 總共9個元素 A1 A12 A13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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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還有第三列 這三個元素 總共9個元素 那這9個元素 當然就可以對應 這個9個Curvector 9個這個 餘因子 就是它的次要矩陣 所形成的這個 這個行列式 那9個Curvector 那加上這個正負號 稍微注意一下 那它展開的這個結果 我就很快的把它稍微寫一下 比如說第一行第一列 這A1 所對應的這個Curvector 就是把第一行第一列把它消掉 那剩下的次要矩陣 那它對應的這個值是正號的 所以這邊正號我就留著 好 第一行第二列 A2 所對應的Curvector C12 它就會多一個負號 在這裡 好 那 這個 第三行第一列 C13 它的Curvector 只要寫一列就好了 那後面以此類推 這邊就先寫三個 這個 就是第一列的這三個元素 A1 A1 A2 跟A3 對應的Curvector C1 C2 還有C13 C3 那你寫完之後 其實還有第二列跟第三列 在實際的這個問題裡面 你要把每一個元素 所對應的這個Curvector 都把它寫完 然後這邊就寫三個 來做代表就好了 好 那假設我們後面全部都寫完了 C1 C12 C13 C21 C22 C23 C32 還有C33都寫好了 那最後最後的這個 導數的這個值 就來到那個公式 那公式告訴我們說 你就是伴隨矩陣展開之後 那除以A的行列式的一個值 A的Determinant 那伴隨矩陣就是你的這些Curvector 所形成這個矩陣 那個位置、行跟列 要記得呼喚 有一個轉字 所以最後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所以3乘3的這個矩陣的導數的展開 就會比較複雜了 那在課本的這個章節裡面 就是講完導數之後 那會馬上介紹這個叫做Cramer's Rule 就是這個以前應該有學過 叫做克拉瑪定律 那他是拿來 就是解決這個代數系統 就是這種方程式 多元一次方程式的連例的問題 那大家應該有印象 以前在學那個方程式的連例 那他的解題其實就是消細數 那去把那個equation 最後消成之後 一條equation 然後一個位置數 那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應該還有學過一種方法 叫做行列式法的一個解法 就變成最後是一個公式解 然後這個每個變數 它的這個值 就是你可以寫成行列式的 表示的一個意思 那這行列式表示的一個樣子 來去解這種多元一次的方程式連例的這個概念 就是這個Cramer's Rule 要跟大家所講的 那因為這個內容 就比較 比較 這個就是屬於完全是以前 高中數學應該有講過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會跳過這個章節的內容 那他在課本的87章節 你可以參考去看一下 所以這個Cramer's Rule的內容 在這個地方就不講了 應該是10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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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往下看喔 我們會來看到這個代數系統的問題 會再回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講完導數的這個概念之後 其實這個矩陣的導數 它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用途就是 除了你可以去對這個矩陣的定義說 它有沒有導數的性質 然後可以對應展開另外一個矩陣 可以跟原本的矩陣相成 變成單位的這樣的一個特徵之外 它最重要的一個功用就是 它可以拿來解決這個 就是方向式聯義的問題裡面 會有用到導數的這個方法 那可以簡化你的一個問題的一個求解的過程 所以我們回來再看一下 之前所講的這個線性代數的系統 好吧,這個明天再講好了 好吧,這個明天再講好了 我們會不會用到grid